拜登对中国政策和川普政府之间的一个差异 我们刚刚所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他对于比较低阶的 所以第一次就是说他并不是那么困难 那么高进步的这些半导体 他是放水的 他是放水是为了中国 他可能也牵涉到美国利益 我们先请汤副校长 待会请我们的国防副主委 单纪教授 事实上现在汽车产业所用的晶片 都是8寸厂做出来的晶片 他们还用不到12寸厂这么精密的晶片 台湾早期把很多8寸厂的设备都卖到大陆去了 所以大陆在用这些旧的晶片 如果你那个都把它关掉的话 那倒霉的是美国汽车业 所以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他必须要开放中芯的晶片 让他生产 因为很多人并不知道 美国非常重要的汽车的最大的市场 是中国大陆 而他的厂就在中国大陆 对不对 所以他就直接跟中国大陆买中芯 半导体的晶片 所以他如果封杀掉这个 他变成他自己的汽车 他的Chrysler 他的Buick 其实在中国大陆卖得很好 福特也卖得很好 对不对 他就是全世界可能除了美国之外 第二大市场 所以某个程度他 他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中国大陆是2800万辆车一年 超过美国 超过美国的市场 上级教授 您曾经担任过国法院副主委 你怎么看拜登的政策 就是说他就不像我前面形容 因为那个时候 他算是整个川普的智库 Navarra Peter Benara 他这一把刀 That's for China 就是一把刀这样子 把他刺死 那他现在整个 我是用Arkansas那位参院 但他不是拜登讲的话 但真的有比较代表性 叫Defeat China 我要把你打败 但是他的整个政策 不只是语言 包括他的政策 有很多不同的弹性 但整体来讲 在一个底线上 我是不准你爬起来 你怎么分析 我觉得他当然有 他的政策上面的一些想法 但是这样这个政策想法 最后他会不会有效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你说拜登 对 为什么 因为从中国道路来说 他一年晶片的进口 是3000亿美元 然后如果是说业者 他们也有做一些分析 如果是成长率是10% 因为现在AI智慧等等 都非常重要 所以他到2030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晶片的市场 他会到一兆美元 那一兆美元 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 因为他目前的市场 大概在全世界的50%以上 到60% 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如果拜登他要用 围堵的政策来说的话 第一 他会不会有效 第二 中国大陆他怎么样去做对应 也就是说 他现在集国家的力量 来去发展他们自己的半导体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觉得 当然拜登 他可以有他自己 目前的一些政策的方向 但是我觉得 比较重要的事情是说 这个政策的方向 如果我们用10年的时间 来去做检视的话 那他会不会有效 那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待观察 包括中国大陆 他们现在继续发展石墨烯 那石墨烯的晶片 在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当然谈起来 他有四大三 四座大三要去克服 我简单请教您 如果您曾经身为一个 国发会的副主委 你认为这一波 中国大陆在科技领域里头 我想其他的一般产品的制造 美国是打不下去的 因为这些制造 也是不会回美国的 美国也不会有竞争力 要去有去越南 越南也满了 本来要去缅甸 现在也不太去得成 然后去Mexico 去墨西哥 也有墨西哥的问题 所以某一个程度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 科技产业的竞争 那当时日本 是在科技产业里头 是被美国打下去的 所以我想请教您 您自己的判断 中国大陆 美国这次会打成功吗 我觉得一半一半 那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大陆他们在 许多产业方面的实力 是不容小叙的 那回到刚才所说的半导体 那半导体当然就是说 中国大陆现在 当然是明显的落后 但是它现在已经 拼到14奈米 它现在就是说 14奈米以下的 它可能会接近到7奈米 那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它现在就是举国的力量 来去做 在我看来 它现在是两手策略 两手策略 第一就是说传统的工艺 半导体的工艺 它当然要努力去克服 另外就是它另辟蹊径 它就是用 史墨西的方法来去做 那史墨西的方法来去做 刚才说它大概要10年的时间 因为这个里面牵涉到 就是说 No.1 因为史墨西比较贵 它将来这个市场 是不是能够打得开 No.2 那这个里面 它有很多的EDA的 就是这个重要的软体 现在东西双方的阵营 都没有史墨西的 这样的EDA的软体的application 所以它现在是要号称 它8寸的晶圆 史墨西的晶圆 它做得出来 那史墨西的晶圆 它是不是可以量产 那成本够不够 那么有没有EDA的 这些软体的 这些相关的技术的配合 它要努力 所以我跟它说 这个里面大概要10年的时间 那10年时间对中国大陆 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时期 对于西方阵营来说 这是一个opportunity 这是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机会 您印钞你怎么看 因为其实那个时刻 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刻 中国有一些人 任正非自己都说5年到10年 所以您讲的10年 也是任正非 等于是华为的老板自己讲的 但是中国有很多人 基本上认为 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 中国其实是没有能力突破的 因为中国人过去追求短期利益 而且中国各大教育体系里头 非常忽略基础研究 基础科学 所以他连老师也没有 学生也没有 人才也没有 如果周波敦联盟到日本去 科研人才也不给他 这个也不给他 那个也不给他 那那个时候台湾 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 我们台湾可以发展起来 是靠潘文渊 这是第一人 他放弃了RCA里头 做研发部主任 他回来台湾的时候 是1970 80年代 那个时候美国的RCA的 研发部主任的薪水 跟台湾怎么比 他的太太是终身职的教授 他也放弃一切 回来台湾就为了 要发展台湾的半导体 然后他再去说服了张周谋 跟好几个说服张周谋 张周谋在1985年回来台湾 那其实我们台湾 经过很多的过程 那这里头很重要的是 日本对美国在1986年 签了投降的半导体条约 所以常常很多人忽略 一个历史事实 就是1987年台积电成立 1987年三星半导体成立 为什么都是1987 我觉得这里头不是巧合 因为1986年日本签了20年 不发展半导体的投降条约 所以我们的机会来了 那所以有的时候是天时地利人和 那那个时候是有非常多的 等于是说他们从抗战时期 那个时候就历经了国破家亡的经历 他可以放弃他私人很大的利益 然后回到台湾来 尤其是潘文元 之后才是张周谋 因为潘文元放弃的比张周谋还多 然后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那我们现在看中国的情况 就是中国是长期忽略 对于基础科学这个东西的研究发展 他的人才有点本事的 全部都是做短期利益的东西 长期的聪明的人不会做这个事情 只剩很少数 那现在除非从美国 因为有一大堆人 他们很可能觉得说 你美国在打中国 我那些华裔科学家 我是第二代 我是第三代 我为了爱一个国家 我回去中国 可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台湾一代一代的改变 只要历经 比如说1920 1930到1940 1950的 他就比较容易回来台湾 然后呢 潘文元就比张周谋早回来 为什么 因为他经历的国破家亡 比张周谋还深刻 张周谋呢 他常常跟我说 没有国家就没有个人 他问我说 文倩你现在为什么不管台湾政治 我说台湾政治不关我的事 他说不可以 没有国家就没有个人 我说抱歉这样子 那他会觉得对我很失望 可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我很理解他在说什么 因为他的背景就是如此 那我当然有我自己的理由 我这个不提 这跟我们节目无关 那我想请问杨云超的是说 中国现在有什么 除了告诉大家说 我们从鸦片战争 中国当时就是国耻 现在的中国终于崛起了 被美国封杀 你们都回来中国吧 可是对他们来讲 他们回去的中国 是一个紧缩的中国 是一个随时政策 就会改变的中国 是一个这一刻可能很理议 你下一刻他可能会觉得很不安全的中国 因为中国正有一大批人想要赶快离开中国 所以我要讲说中国现在有这样的一种爱国的氛围 把美国或是全世界的科学人才 带回去中国 让中国可以突破既有的瓶颈发展起来 我觉得很难 你刚刚讲台积电1987年 30多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中国要赶上来的话 我觉得5年10年是算客气的 可能还不止 20年 对可能还不止 另外的话就是说 中国这经济发展的很好 大家就想赚钱 所以聪明人的话 都不做技术科学了 跑到华尔街去赚钱了 所以其实人才都没有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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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